大部分以前都是用动物的肠脂 哇 去掉一些油脂 把它弄薄一点 你不要这样 我都吃大肠包小肠会有阴影 所以 你是说就是那个大肠 跟香肠外面那层薄薄的磨鱼 磨鱼还事实上都可以做 这晒干 晒干就涂一些我们所谓的一些动物油 比较简单用保鲜膜 比较简单 保鲜膜真的可以吗 保鲜膜事实上多少还是有点功能 就零食 如果是 到底是有多临时到要去拿保鲜膜 十万伙级 刚好没有保鲜套 或者说下面的Safe 11 还离家有段距离 来不及的话 刚好出发有保鲜膜 这个不是很多电影都这样有吗 科丽说那是这样 就是这个男生 就是牺牲季节快感 什么意思 事实上他带了颗粒 他不会增加快感 他带了有颗粒的保鲜套 吸气这个女生 让这个女生 增加阴道 表面的联膜的那种摩擦的那种强烈度 所以他会系上是 是为了服务女生 哇 所以我完全想错了 对对对 因为那个颗粒跟螺旋 是你外面那一层 所以今天是女生会比较有感觉 所以我们一些观众朋友说不定是女生 如果你男朋友或老公 突然间弄这个的话 也不用太害羞什么了 像他初一好一 是为了服务你 为了服务你 要你比较快乐一点 事实上我也曾经去 玩打球 朋友偷偷我去买 因为在 他们很喜欢用保鲜套 我们说的避孕套 所以他们做的 无论品质 或者说那个 细合度 细合度 而且又是亚洲的尺寸 亚洲的尺寸 他会带起来比较不会松松垮垮 哈喽 大家好我是施伟 欢迎收看施伟爱健康的节目 节目一开始先邀请大家 动动你的手指头 记得帮我们订阅 按赞分享以及开启小铃铛 面脑科的影片 每个礼拜五晚上 独家只有在健康我家一的频道 欢迎大家订阅 才不会错过最新的上片讯息 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 邀请到的是 长庚医院的泌尿名医 同时也是台湾男性学 暨性医学会的理事长 陈玉理事长 理事长你好 四位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今天理事长要来教我们 挑选的就是保险套了 保险套到底保不保险 保险套当初设计的目的 就是为了要避孕吗 我们要请医师来跟我们聊一下 有关于保险套了 保险套是很有趣的 这个主题了 我想每个男生 还没开始用Software 妈妈可能就会先教他了 像我大儿子已经算成年了 妈妈就会教他 你无论做什么事情记得要带保险套 保险套对你这么重要是为什么 不是我妈妈那时候没有教我 我说我太太教我的儿子 所以保险套我们看到历史 在台湾我们有 它有两个主要的名字 是一个刚刚四位讲的保险套 对 系上另外的名字我们叫避孕套 所以它是两大功能 第一个是避孕 避免怀孕吗 避免怀孕 保险是 保险的话就让你 比较不容易被传染到性病 避免性病的关系 因为我们很多性病 现在是性器官的接触 得到了病 我们叫做性病 那性行为本来 就像我们的陈前部长说的 人跟人的接触 人跟人之间的连结 连结 对 这个连结的话 其实上就是性病 我们说的扩散的一个媒介 好 那保险套的话就是薄薄的一层 可以预防很多性病 好 那请医生稍微跟我们讲一下 保险套呢 事实上现在在市面上的材质 超级霹雳无敌多 除了有size最基本的什么ML之外呢 还有分什么超薄的超超薄的 螺旋状的颗粒状的 还有果冻般颜色的 天啊五花八门 这些材质理事长怎么建议呢 我想保险套一般在医生的角度 当然还是回到他原始的功能 那我们先讲讲历史 好 现在我们的材质大部分都是橡胶比较多 那早期可能在西方国家 实际上在我们古代 你看一些古代的一些像肉脯团的等等 像肉脯团 对对对一些比较秦色的一些 一些小说的 文学啊 著作对 实际上无论国内外 都曾经用这个方法来达到说避孕也好 或者说预防 可能那时候预防性团染病可能不是主要 大部分以前都是用动物的肠子啦 哇 去掉一些油脂啦 把它弄薄一点 你不要这样 我以后吃大肠包小肠会有英语 所以 你说就是那个大肠跟香肠外面那层薄薄的磨衣 磨衣还实际上都可以做 这晒干 晒干就涂一些我们说的一些动物油脂 因为保险它等一下我们要讲到 不能太干 太干一个当然女生会比较不舒服 是 另外太干太干容易破 容易破 所以古代的西方东方西方都有这种 关联 在文学上面就有住宅的 对对对 所以不是鼓励大家说买不到保险套 拿个租厂什么 不是啦 现在不需要 你那么容易的 对不起 比较简单用保险膜 比较简单的 保险膜真的可以吗 保险膜是以上多少还是有点功能 就零食 如果是 到底是有多零食到要去拿保险膜 十万火急 刚好没有保险套 或者说 下面的CF11还离家有段距离 来不及的话 刚好出发有保险膜 这个不是很多电影都这样演吗 你会叫你儿子随身攜带吗 因为有时候不是电影常演说什么 包包翻出来 然后保险套跟着掉出来这样子 这次有个朋友 他是美国的 他去大陆出差回到美国 包包就掉出来放隧道 被他太太罵的半死 有被无患 太太罵的原因是因为不是用在他身上 是不是 他第一个想说你为什么出差 要带发隧道 当然他 你这个东西事实上有点难解释 有点难解释 你说戴科威尔钢还好解释 说我要爬高山 我们上次讲过 爬高山可以预防高压症 高压症 就是高山的缺氧 但是你无论在什么时候戴个保险套 总是说可能就是预防 我刚刚讲的性病 或说怀疑的问题 比较不容易讲清楚 所以我没有鼓励我儿子 垂身戴保险套 要澄清要讲清楚 但保险套这么多不同的材质 男生在使用起来的时候 根据病友的反馈 他们有什么样的觉得有差别吗 比如说真的戴保险套这件事情 真的会让男生觉得有一层隔阂不舒服 超薄的都不会破吗 现在保险套的品质应该蛮好的 所以它可以做得越薄 代表说有这个市场需求 但我想说性行为就是一个活塞运动 一个接触 接触每个人感觉当然是越真实越好 所以很多卖很薄的保险套 公司实际上他们的广告用语很简单 就是戴的感觉没有戴一样 戴的像没有戴一样 但是戴的刚刚我们讲到 有避孕预防性病的作用 当然每个男生 实际上有些统计治疗 有的男生很关心 真的会关心 就是说他觉得说 他戴的保险套 他比较不容易性兴奋 当然也有的男生喜欢戴 喜欢戴戴戴的一个是自我保护 另外一个他有的男生 是有点找卸的问题 他戴保险套 就可以稍微隔着一层沙这样 哦 延緩那個刺激感 延緩刺激感 所以事實上 也不是說每個男生不喜歡戴 有的男生 他覺得戴對他來說 性質的時間可能拉長一點 甚至剛剛思維講到 現在保險套 除了他基本功能 現在多了很多發俏 對啊 對 像保險套裡面 也有加一些局部麻醉藥的 就是預防早線 當然也有說加一些香味 等一下你說有心臟支架 塗藥支架 那也有塗藥的保險套 有有有 就塗一些局部麻醉藥 就讓他比較不敏感 有點像龜頭包皮 感覺有點我們說的 有點輕度的麻醉的效果 是 讓他可以撐得久一點 好 所以根據病友的反饋 各式各樣不同的保險套 他們戴起來真的會增加快感 或者是有不同的接觸 我想快感 事實上真的是不帶 一定是比較真實 對 比較真實 那什麼顆粒狀 螺旋狀 顆粒狀就是這個男生 就是犧牲自己的快感 什麼意思 犧牲自己的快感 為什麼 事實上他帶了顆粒 他不會增加快感 他帶了有顆粒的保險套 其實讓那個女生 契機這個女生 讓這個女生增加陰道表面的連膜 那種摩擦的那種強烈度 所以他會 事實上是四位的服務女生 哇 所以我完全想錯了 對 因為那個顆粒跟螺旋 是你外面那一層 所以其實是女生會比較有感覺 所以我們一些觀眾朋友 說不定是女生 如果你男朋友或老公 突然間弄這個的話 也不用太害羞什麼了 像他初一好一 是為了 是為了服務你 為了服務你 讓你比較快樂一點 那保險套 大家現在都吵得到什麼 超薄超超薄的 真的都不會破嗎 有那麼強啊 保險套要不要破 第一個就是一般好的品牌 事實上第一個 他出廠都有QC 品質保健 對他事實上 現在很少就是出廠看到破的 除非你用一些雜牌等等 QC做得比較不好 倒不是出廠怕破 而是怕在摩擦過程當中 不怕破錯 事實上有幾個key point 第一個就是 我們看看保險套 它上面還有個像 女生的乳頭狀的小小東西 對 這個東西事實上就是減壓 就是減壓作用 所以一般來說 第一個就是要用的時候 帶上去要稍微把它 空氣擠下來 你意思說上面這個地方的頭 要稍微擠一下是不是 對 把空氣排出來 帶了之後把它稍微擠一下 讓它比較扁平狀 比較黏貼 對 這個東西你在活塞運動中 或是你在射精瞬間 那個壓力比較大的時候 它的壓力緩衝 否則本來就是空氣 你在活塞運動 可能那個又有多個外壓 甚至你在射精 有的男生可能射精量非常高 所以增加了壓力 所以最容易破就前面那個破 喔 所以最容易的破洞 其實就是在這邊 因為有壓力的關係 對 壓力的關係 所以它有特別設計 也是為了這個 所以射精的時候 最容易破的也是這地方 對 先壓一下 壓一下很重要 那側面會不會破 會嗎 側面的話 實際上 越比較我們說潤滑 比較潤滑 你比較大部分破就是碰到指甲 所以特別女生指甲比較長 做愛中被難機時 它不容易磨到 或者說在口交中 就不小心有磨破過了 那中間真的性行為的時候 就可能會造成破 那其他的話可能就是 那個保險套 可能不是這麼貼身 也不貼身 大家不要明明是S的 一定要去買一個L的 這樣其實是不OK的是不是 事實上我也曾經去日本玩打球 朋友偷我去買 事實上在亞洲國家 因為在日本 他們很喜歡用保險套 我們說的避孕套 所以他們做的 無論品質啦 或者說那個 適合度 適合度 而且又是亞洲的尺寸 亞洲的尺寸 亞洲尺寸 亞洲尺寸比較小一點 理論上是啦 就是它會帶起來 比較不會鬆鬆垮垮 比較密合 比較密合 當然它的自我感覺 會比較好一點 再來在過程中 那種壓力差會比較少 事實上破的機會就比較少 另外事實上 剛剛司委講到一些顆粒 造型 事實上是會增加 保險套破的機會 因為這種顆粒 事實上它是變成 它整個表面不是平滑的 對 你在摩擦過程中 這些都會 橫向的力量摩擦 是 如果太薄 那時候就容易破 所以大家知道說 反而有顆粒這種保險套 一般會做的比較厚一點 喔 一個是技術上的問題 二來可能部分 也是為了考慮這個問題 OK 了解了 所以又回到剛剛 男生帶來有顆粒的 就是犧牲自我 對 因為比較厚 他比較沒感覺 但是女生會比較有感覺 都要先顆粒這樣